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1年7月3日星期六的下周时间 这次有我许乐山 还有我们的小红帽小白红 纽西兰Raymond Wong 大家好 纽西兰 波罗仔聊聊天 易得台阳 台阳可能还在说电话 不要紧 希望大家赞我们的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部浪漫器》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维他奶事件被大家称为公关灾难 情况似乎越演越烈 究竟如何收货呢 接下来星期一他们的股价会不会大插水 我们不得而知 可能有机会在这两天里搞不定 星期一是他们的上市以来一个都挺大的挑战 对于那一封内部的通告事件 似乎大家对于不幸逝世的这四个字 还是不放着的 对于这些事情不放 集团有什么方法来处理一下呢 最新在今天下午的时间 维他奶集团出了一个新的声明 但这个声明我们看上去有点怪怪的 等一下先读下一个内容给大家听 我们之后再和大家一起分析里面发生什么事 那就写着维他奶集团声明 我们注意到一份与7月1日 发生于香港的事件相关的文件在网络流传 我们对此严正声明 网上流传的有关文件 并没有经过维他奶集团的官方批幅和发布 而是由一位员工私下赞写 并内部转发未经授权 也没有遵从维他奶集团的内部审批流程 有关的审批程序正是为了 确保我们的沟通是正确而恰当的 网上流传文件所使用的措辞极为不当 未经维他奶集团批准审批流程批幅 该员工个人赞写的内容本不应公开 更不应该在内部发布 目前维他奶集团正调查该事件 并保留追究该名员工法律责任的权利 对有关事件给各界造成的困扰和不满 维他奶集团致以诚致的协议 我们长期支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 我们严厉谴责暴力和破坏 香港社会安定的行为 正如我们在此前的声明中所言 我们将全力支持和配合香港警方和香港政府 根据国安法对7月1日事件进行彻底调查 维他奶国际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7月3日 似乎想说这件事是一个员工的个人行为 这一篇或者这一封的通告本应该不应该流出来 流出来也是一个意外 而且这一封的内容跟他们集团来说是可以说是撇清关系 不过我写这一封都不会写在公司的哪个部门 或者是哪个人发出来的 还有《Letterhead》好像不太有 连参考号号也没有 而且如果你看的是繁体版本的话 就是错漏百出的到现在也是 我们做惯文党那些人一看就看到 如果下属做这些就要重做了 必要是丙的 是一定会丙的 因为是不行了 不是小丙是大丙的 这是大丙的 因为一看下去 这个看下去就有 这个如果你看繁体版本就真的有些问题 比如党字又漏了个按字 如果是繁体版本 接着那些行的格格位是不对的 根本上你看下去就已经觉得你九楼楼吃地球了 其实就是我们教一些年轻人做事就怎么样呢 就算你写得坏也好 你起码那个格式是要看下去觉得是标准的 还有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你印出来一定要彩色 彩色的人就会相信的了 你印黑白一定会打个折的 就是那个letterhead一定要彩色的 放出来 帅哥 要帅哥 还有那边不是只有letterhead的 那边还有公司名、电话、地址、联络 信纸的底一定要彩色的 就是那个公司的logo和下面那边一定要两个都是彩色 还有印这些纸一定要找光股 是的 还有要是特製的去印 就是摸上去有一些质感 还有看下去有一条条横纹的 这个是我们标准出信的方法来的 无论公司多穷也好 一定要自己弄一堆这些纸出来的 买一搭一搭 都有限价的框缺那些纸 所以用来印就会好一点 还有维他奶凡梯版是用抗晋语写的 很多逗号 我们注意到逗号 一份雨七月一日 发生于香港事件的相关的党 很多的的王香港的事件相关的党在网络 我们在此严正声明逗号 网上流传的 这个逗号可以省略 接着就更离谱 如果大家咬文着字 是越出越离谱 咬文着字的话 这个更重要 而是由一位员工私下赞写 并内部转发 逗号 未经授权 逗号 也没有遵从维他奶集团的内部审批 哎呀 这么多逗号 这个好笑 这个好笑 就算大马斯 那些稿 那些稿要人改 他都会有名字 追得回 是谁要人改的 是吗 现在这样更麻烦 这个维他奶 本来一部分人已经收货了 其实 一说要全力配合和支持香港警方和香港政府 根据国安法 对7月1号的事件进行彻底调查 本来上一个声明已经有说到 上一个声明有些人不收货 但上一个声明就没有这次那么大事 这次呢 其实还说多错多 有些人是利用了香港人写中文和内地人不同的习惯 就大做文章的 其实这次事件 这个明显是的 这个很明显是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们说的都是 我们没有说出来的 我就是想看看你们那些人怎么留言 要证实我们的看法 就是要拿你们那些留言来做对比一下才知道 有人是别有用心这样玩维他奶 是 待会我们会多说两至三次都是说这个话题 究竟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做 为什么会说两至三次 一人说很闷啊 不想再听你们说 对不起 因为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你就要全面解册 就可以看到究竟这些人是在玩什么 是在玩什么 是如何利用一些人的情绪 其实说真的 如果有听我们其他节目的 怎么会说我们反中乱港 怎么会认为我们会支持那个孤狼 某某 就是你想想就知道没可能 你去听其他节目也知道没可能 这件事为什么会搞到这么大 不幸世世吧 有人说世世不对 但是坦白和大家说 香港和内地写中文的习惯真的很不同 如果在香港你看一些媒体 什么时候用世世 什么时候用离世 其实是分得不清不楚的 香港一直都是 举个例子 在《苹果日报》报导 这个《东方日报》创办人 《马昔珍离世》的新闻 它是用《世世》的字 为什么说我要用《苹果》来说 《苹果》和《洞房》一向都不对 是死对头 是死对头 但是它也写《马昔珍》 《世世》 你说很荒谬是不是 还未算 早前的菲律宾总统 在抗泰事件上很认真 那条阿高 《少奇奇》 香港的报纸是报人死《少奇奇》 《西世》 《离世》 其实严格来说是很通的 严格来说是没有标准的 严格来说 现在 为什么有人圈出来说 我觉得有问题 其实呢 内地 《新华社》 《人民日报》 那些就有标准去跟进 但是 很坦白和大家说 香港是没有这些标准的 还有 我敢说 维他奶最初出的内部memo 基本上是有了英文文档 然后再做中文下去 有些人说你不懂 我就告诉你 你看到他行文就知道他是英文译成中文 每当英文写着Unfortunate 他又写不幸 或者Unfortunately 又写不幸 有些人当然要执着 恐怖分子死 恐怖分子 自杀即襲击 会不会写不幸 其实在西方的文本里面 都是有这些情况出现的 你不可以说 写了就是死刑 不行 因为大家的文字掌握的能力 是不一致的 你要先明白这件事情 有些人是特意利用这些事情来搞的 我再告诉大家 不幸这两个字 曾经被那些朋友乱叉玩的 在哪里乱叉玩呢 朱经伟案 七警案 两宗案的辩护律师 都是说朱经伟做的事情是不幸的 接着七警做的事情是不幸的 当时就有些黄营的奇罗 不是 不应该用奇罗 奇罗是指特定的军团 是黄营出来说 什么不幸 不断闹 什么不幸 明明做了 有什么不幸 他自己控制到自己的行为 有什么不幸 很多时候 为什么在香港会用不幸这两个字呢 其实就是要推卸责任的时候 就要用不幸这两个字 我其实在节目里说过 维他奶公司要撇清关系 那就写不幸 细细 细细 英文是怎么写的 通常都是这样写的 细细和尼细都是past away的 英文 没有分 是没有分 所以 有些人说有差别 是有差别的 但是香港很多年 这些东西都是乱用的 中文是贵的 中文的水平是差很多的 坦白说 特区政府里面 已经请了全香港懂中文的人 不懂中文的人 就去私营机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考虑 一个公务员市 才能进入 有些人说 你去做公务员 Raymond 对不起 我连那个市 也考不了 因为他要找 有几句句子 哪一句有语病 你找出来 对不起我看到一头无水 我觉得三句句子 一样 你明白道理在哪里 就是 一般商业机构 他不会找一个很厉害中文的人 写这些东西 除了 Mr.李卡星 他就有个文胆 他出的信 全部都写过 就是那些黄台枝瓜 摘完又摘的 他就找个文胆写 明白吗 明白道理是什么 现在的人在不断爭 我们稍后再说 现在你也可以看到这一件事 最新的声明 你也可以看到 维他奶公司 真是 九流流食地球 他们的中文 是全面的九流流食地球 你看到他现在最新 就是说 就是澄清 那一封 是一个 员工自己私下自己写的 没有我们授权 那现在你出这一封 有你们授权 是不是 都写到这样的 大佬 是啊 所以我就说 不要用这些东西去做政治议题 为什么呢 就是你强行找一间企业 抽清他一些文字上的失误 跟着再将他无限放大 那会死人的 在香港是 有很多人呢 我不知道他是故意 还是觉得自己是 一定是对了 还是觉得自己是中文老师 我不知道 但是 你要明白 在香港 绝大部分 写这些 员工内部通告的人 其实是紧紧会写中文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说 他最初出的那份是没有问题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是理解香港人的中文程度 尤其是在商业社会打滚的香港人 中学是英文中学 没错 会考可能拿一个A 但是呢 其实是死背的 实际应用 是不懂的 连作文也是背的 背一些泛文 然后写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譬如考试考作文 就背一些文章 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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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他出的题 差不多 你就背一些对的 香港教育制度长期都是这样的 培养的人才是够用的 这些语文能力 所以香港是不会有那些 读书大文豪的 只有文记的 你明白吗?香港是 什么诺贝尔文学奖 香港不会出的 老实实 香港是出文记的 如果连这个基础的不同 大家都不了解 就是内地和香港的不同 都不了解 说所有东西都是没有意思的 我们看到有些人留言 不是这样的 是 没错在内地 世世 正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才可以说世世 在香港不是的 香港 演艺界人士都可以说他世世 早前 吴曼达死了 就是世世 为什么我之前说 马昔珍的例子 马昔珍是通缩犯 到死那刻都是 苹果日报照用世世 是这样的 香港就是这样的地方 你说香港 乳民水平不够 是啊 香港乳民水平是不够的 这是整体来的 因为特区政府 其实就已经聘了 香港乳民水平比较好的人 现在那些人很反对的AO党 所以 你批评去骂 不理解的背景 就去做 其实是一种躁动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在节目 一早就不说 没错 如果我们一早就说 你们可能留言就没那么激 其实我要搜集一堆 进击的留言 再分析这件事 究竟是怎么操作的 你当网友白老鼠吗 是啊 我很喜欢这样的 不是白老鼠 只不过想等 有一些很激进的留言过来 奇闻共上 就当一种 或者有些人以为 哎呀 哇 维他奶 看到人家圈了那个字出来 或者带队去哪里 那里骂 我们一起声讨他 还是怎么样 你以为呢 你在玩维他奶 还是人家在玩你呢 是啊 还有今次很惨的一件事 其实呢 很多 声讨维他奶的人 其实是有一伙正义的心的 他们认为呢 为了正义 他们声讨维他奶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义愤 觉得维他奶那位员工 做了这件事 维他奶都没有谴责他 这样不对 然后当然有人带风向 就是要把事情炒到很大 证明那个阵营的人 是有很巨大的政治能量的 是 就是要 骂骂骂骂到维他奶跪下为止 现在呢 他们有点像那帮 黄友 当时候呢 可能啦 就是有点像那种操作是怎么样 林郑月娥后来是撤回了 逃犯修订条例的嘛 他们就又多个诉求下去 就变成了真相普选 又继续再捏下去 现在呢 似乎呢 维他奶就算出了声明 说是 验责这些暴力啊 就是说会配入警方宣传啊 不是 配入警方的调查啦 都不够 现在有一种道向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直接要维他奶开宗名义 开名去谴责这个吉警男的暴行 这样才收货 现在不收货啦 现在不收货 但是 坦白说啦 有些人的操作呢 目标呢 都不是要收货的 他是要去到一个极端 跟着才会收货 挑动一些人去到极端 他可能呢 就是这些做幕后推手了 也有这些人 每一种 这些不是阴谋论来的 因为我们 在留言里 其实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跡 因为 那些留言呢 你就会看到那些人的思路 究竟是怎样的 第一件事很执着 就是说 不幸 细细那四个字 好了 当你说不幸 的解释是怎样的 他跟着就说 不幸没问题 细细有问题 不断跟你咬文着字的 细细都没问题 接着就说 显出关怀那句 已经有问题了 这样 我们都预计了 其实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预计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开始看 第一封出来的备忘录 我们已经知道 他是抄了一个模板 不加思索 改了个名字 照出 最后那两段 就自己补下去了 可能都是 本身的模板都有 我估计 那个模板也是有的 我估计 就是之前那个 第一封那里 其实那个模板是齐了的 因为我其实都在大企业做过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随便抽个模板 接着呢 他直接 就是我们现在 不是在大公司做的 但是大企业开出来 他直接会有些模板 就是叫你填 死者是谁 填个名字 接着他会自己抽了一个姓去的 很亲切的 写到 他自己是这样做的 那个系统是会 我不知道维他奶是不是这样 但是很多公司都会的 接着死的原因 发生什么事 那你就打几个字 那 那 不幸离世 就不是可以改那些字 或者不幸世世 就不是改那些字 原因就是 7月1日什么时候 你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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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就出了一个文件出来 那他就周围发了 但是当然了 现在就是说 未经授权 那这个 以我在 就是企业工作的经验 就是很多时候出什么 都不用授权的 是 有这个reference number 就OK的 就是trace哪个人出这封 不如这样吧 我们今次暂时来到这儿先 我们接着 再分享一下那些精彩留言好不好 好 进击的留言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